有请 下面是show time 我不是主角 就是我团队会是主角 因为现在上午我们讲了很多的一些理念 包括久伟先生也讲了很多 比如说宏观的一些指导 下面呢我们要演示一下 比如说我英法公司在物联网方面 在AI方面 在这个智能的供应链方面 我们的一些实践 和我们已经做到的一些事情 在在开始之前呢 现在分享一些故事 然后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一个现场秀 但这张图就可以看到呢 我们一个客户叫奥迪斯的 他整个在这个通过虚拟化的这个技术 来实现我的一些物联网的连接 包括他的一些设备的一些维修 现场的一些维修一个例子 通过这种实践呢 大大的解放了我们的人力 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社会 设备维护的一些效率 但你可以看到呢 整个来说 这张图你可以看到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体设备 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就是欧洲的那个原子能 那个对障机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单体设备 他现在来说 整个的这个设备的维护 他的一些维修保养 他的一些整个的管理 都是在Info的这个设备管理软件里面去 当然里面是运用了Info的最新的 关于IoT AI的一些技术 来实现他的这个单体设备的一个维护 你可以看到整体来说 他这个设备呢 他是埋在地下的 大家可能如果去欧洲可以去参观一下 非常宏观的一个单体设备 有大概有185个这个设备 他在一个系统上来进行运营 整个你可以看到 他实际上对外是开放的 我们可以去参观 这是整个的比较宏观的一个设备 你可以看到 如果没有一个现代化的 这个管理软件的话 这是不可想象的 这么多的设备 这么多的备件 他的一些维修 但这是我们下面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呢 我们这都是我们客户 Info的客户 在中国的客户一些剪影 他们利用我们的最新的解决方案 和我们最新的一个技术平台 包含我们最新的一些和硬件商的一些连接 来实现他的智能化的制造 和智能化的这个物流配送 他的一些例子 但因为时间关系的很多东西呢 我们没有把 包括给客户的一些东西 没有把客户的名字写在上面 但都是我们真实的客户的一些录影 你可以看到整体来说 在一个车间的控制也好 在他的机械手的利用 比如说在机器人的利用也好 包括他的一些匹配 包括给整个物流的一些配送 你可以看到整体来说 包括立体的物流 这是我们一个客户 在实现他的智能化的仓库 特别是双11的配送 它起到了很好的一个作用 你要知道双11 整个的物流压力非常非常大的 我们就可以支撑 它这个分值的智能化的物流 包括它的最后的一些配送 等等这方面的一些信息 当然下面来说呢 我就交给我的团队 来做一个真实的 利用刚才上午 光说不练也不行 我们看到info的 最重要的一些实践 当然我们今天因为场地所限 我们最精彩的最厉害的 在这个地方也不能展示 支持大家感受一下 我们最新的一些技术 给大家一些实体的 实际的一些感受 下面我交给我的团队 这个帽子不错啊 谢谢 谢谢 欢迎各位来宾来到我们的现场 今天的话 我们很高兴地给大家 做一个数字化的一个转型 在工厂中的应用 我们今天呢 拿了一个小故事 故事是什么呢 就是取得工厂里面 设备里面经常会常见的一个问题 我们有一个泵 我们今天会在现场 模拟一下这个泵 出现了一个故障 那它的故障呢 是从IoT读取数据的 故障来了以后 我们系统可以自动地派发工单 到我现场人员去维修 同时我们在这边 我们左边看到的大屏 是我们的一个备件仓库 我们这时候会把我们的 维修的这个备件的信息 传递给我们仓库的同事 由他来做一个数字化的智能 仓库的一个减货 及运输的一个过程 今天这是我们的一个固执的一个环节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的整个这个Dymo现在开始 切下屏幕 谢谢 好 以前的话我们的管理人员 基本上都会登录到我们的后台的系统 就是坐在办公室里来去掌握的企业的情况 数据怎么采集会很麻烦 我们现在在我们的统一的 Info OS的门户上 我们实现了单点登录 它可以在一个统一的平台 可以看到不同的系统 像我们今天的资产管理 仓库配送 我们的LN ERP等等 我们不同的模块都是集中在一个单点登录平台上的 那它的所有的信息 所有的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 IoT的数据 警告的数据 任务 工作流 我的一些IDM的图档 我们的这些信息都集中在了一个平台上 给我们的管理人员最丰富的一些知识 去看到这些信息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开始进行我们的这个Demo秀 我们今天呢做了一个IoT 这是我们的今天的主角 一台泵 以前传统的时候 我们泵上面有很多参数 需要我们的现场人员去巡检 去抄表 抄数 因为它要观察 我这设备的这个泵的运行情况 我要了解它的温度 压强 包括它的一些电流等等这些信息 怎么办 我要天天去 我要拿着一个本 去进行记录 记录好以后 我要再回到电脑上把它输进去 很累 大量的人工是耗在了这个日常的这个工作中 现在我们可以通过IoT 做过传感器 我就可以把这个本扔掉了 很简单 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传感的一些点 我记录了一个温度 湿度 包括我们当地的一个温度和一个距离 加装的传感器 OK 可以跟着您的需要 可以根据我们管理的这个指标 我们去找我们的真砖的点 那这些数据它都可以实时地 汇总到我管理平台 比如说像这个距离 我手去进行一些变化 遮挡 它的这个距离曲线都发生变化了 所以在现场这台设备 第一时间它的工作的情况 它的参数 我们在后端的管理人员 都可以实时掌控 它可以大量地去简化了 我现场为修认员的这个操作的一个习惯 这是我们的IoT的这样一个物联的一个基础 接下来这个泵出现一个问题 因为基本上它出现故障的时候 前照都是温度可能会过高 所以今天我们拿这个温度来去做一个模拟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 我的这个泵正常的运行的这个工作温度 是12.6度 我现在做了一个小的一个环境 把它加热到一定一个高度 大家可以看到 随着这个温度的变化 设备的这个趋势 我们的这边的仪表盘也好 数据采集也好 还有我们的看板 它的温度再逐渐去进行升高 这个温度离我的标准值 还有一定的一个界限 那这个值的罚定怎么去设定呢 其实我们有传统这样一些经验 就是说我们要去采集 你的历史的故障的信息 把每一次故障的点 它的情况统计下来 之后按照这个趋势 去找到它的一个临界值 所以我们在这边 今天做了一个临界值 是做到26度 当它到26度的时候 会发出一个预警 现在温度还在趋势升高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温度阶段都是一种正常的 表示一种绿色的一种状态 我还是处在这种正常的工作环境下 好 到了24度了 这个时候到了我的一个提前的预警值 我们已经变到黄色 这个时候到了再往高 我们到了25度 这是属于一个危险值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颜色的仪表盘 可以让大家直接观的看到 我的设备的情况 健康的情况 到达26度的时候 这时候达到我的临界值了 属于Dendroid的这个危险区域了 我们系统就会自动的拿到 这个信号 会去产生一个预警 好 我们可以看到 这条预警信息就产生了 11点38分 产生一条预警信息 那我们拿到这个预警信息以后 我要知道这台设备是什么设备 它在哪里 所以我们从我们的这个预警信息里面 我们可以直接draw back到 我们的资产管理系统 点开可以看到我的这个台帐信息 好 我们还可以通过 班马的室内定位的一个系统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故障的点 它有一个红灯在报警 我们可以让管理人员知道 我的这个台设备是属于哪个生产线 属于哪个情况 您可以直观地通过可视化的图 来定位到这个设备的故障 好 帮我们切回来 谢谢 那这个时候 我的管理人员就可以派发 知道了这台设备是归属谁的 就可以派发我的人 到我的这个李雷 好 就到李雷这边 那么这时候我的维修人员就可以去接收到 这样的一个公单的一个信息了 好 那以前我的维修人员拿到这个公单信息的时候 他也是拿的纸啊 大家就习惯了 我要有一个标准的公单打印出来 我的作业指令一步步去做 那现在呢 这个纸啊 我也可以扔掉了 我们可以通过移动的方式 把现场80%的作业 都可以在我的移动端上去进行执行 我现在连一下我的这个手机 我头上来弄 好 这是我的手机的这个界面 这时候我的移动人员 我的维修工程师 他就可以直接接收到 我们维修处给他的一个派公单 他可以在他的公单上查到 今天刚才我10月14号 接到了一个IoT的一个警报 我要知道去修这泵 那他最大的第一反应是 这泵在哪里 我们点开这个公单 可以看这个地图 我知道这个泵的位置 信息是哪个地方 我直接点一下方向 这个我订得有点远 为了这种演示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 它需要16个小时 订到一个徐州的一个水厂 我要去做维修 那在我的移动端上 我们可以接收到工单的信息 定位 故障点 同时帮我们导航 怎么去找到这个位置 好 那我们的 回到我们的工单 当我的工程师来到现场以后 那么他要去检索什么呢 他要定位 是不是这个被键出现故障了 这个泵出现问题了 我们要去诊断这个问题 所以到现场以后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设备 直接去扫我们上面的条码 他就快速地查到了 这个设备的导案信息 在您的手机终端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设备的清单 设备的明细 什么时间启用的 什么时间开始的 把这有点小 什么时间启用的 什么时间开始进行 就是它的一个正常的一个 就是下达的一种状态 那我可以看到这个被键的历史 尤其是这个警告 是不是这台设备的 我们可以匹配 我原来就是要修这台泵 我们包括它的一些结构 它底下的一些关联的被键 常用的被键是有哪些 我们还可以看到 它的一些文档 我们的一些技术文档图片 都可以在这文档上去进行调阅 好 这都是我们 先去查了这个设备的信息 接下来回到公单以后 我们就要去检查了 我到底去排查 我这个温度过高 到底什么原因 那我们可以在 我们的公单明细上面 去看到我的一些活动 我们会有一个checklist的表 那我们这个之后 之前都会有一个统计 就是说你这个维修人员 到底拥有多少工时 之前都是大家自己报的 我今天可能花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来去做维修 现在拿到这个到现场以后 点击上面这个开始 您的工时 我系统自动就帮你去进行计算了 那么它到时候会跟你的标准作业工时 都可以去做一些统计和一些分析的工作 那我现在点击开始 我去排查故障 这时候 我会有一些标准的检查事项 这也就是我们事先去做了一个知识库 我的一个泵温度过高 会有几种原因 我们在这个移动端上 你就可以看到 我每一项都立好了 你就爱歌去排查 是不是油位过低 否 直接点一下 油质 否 油环不转动 否 包括我的冷却水 否 但是查到这个轴承的时候 我们发现问题了 轴承有磨损 因为它的这个原因 造成我这个泵的这种过高 有可能就是说 我们要去监控到 就是说这个泵 轴承要坏掉了 所以我要去更换这个轴承 我选择是 同时我要去描述一下现场的情况 怎么做呢 要不要手输 打字很累 OK 我们可以用语音 轴承有磨损 需要进行更换 好 这条记录就上来了 大大的去解放掉了我们维修人员的双手 它通过语音的方式 通过这种出屏的简单的点 就可以把这个信息记录下来 我可以发起一个更进攻单 当然了 我们也可以直接拍现场的情况的照片 好 我直接一保存 负载了我这个攻单情况上 那让我们的现场的情况 被件损坏的情况 我们都可以及时地去掌握这个信息 接下来同时我们去查其他的原因 看看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问题 我们一项一项地去排查 OK 我们的checklist表 大家可以看到七项 全部都已经完成 排查掉了 那这时候我要去做我的被件的更换了 那以前我们要去做被件更换 我们还需要去打电话也好 还是去咨询也好 要去了解我库房中到底有没有这个泵 到底有没有这个轴承 那我们现在也可以通过移动端上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做我们的被件的领用 包括去查我的这个库存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机械密封圈 库存里有996个 我选择我要需要更换的时候用到两个保存 同时添加我的轴承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后轴承 在仓库中有998个 我选择后轴承 数量1 保存 这样我的一个领料票就填完了 我们只要点击快速地发放 选择仓库 我们这时候就把这个信息 传递到我们的物流同事这边 它就会帮我们来进行一个减货 备货到现场 好 下面有请我们物流的同事 帮我们展示一下数字化 在物流运为减货这边的一个demo 谢谢 好 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我们备件仓库 要针对我们要维修这个水泵 需要的这两种备件 那么进行减货的出库 那么同样的 我们info的Dimex的话 也是集成到了OS里面 那么可以实现单点登录 所以我们的系统用户 那么它可以非常方便地 从EM切换到我们的那个Dimex系统里面 好 那么我们这张要料工单 它从EM通过这个接口 到了我们的Dimex之后 那么我们可以在 我们Dimex的一个出库订单列表里面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张要料工单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刷新一下 对 查询一下 好 那么这张要料工单的话呢 是那个004的这个编号 014的这个编号 那我们可以打开来看一下 那么在这个要料工单里面 对我Dimex来讲的话呢 是一张出库订单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需要这个料号001的这个机械密封件 需要两个 那么后轴程需要一个 那么这个呢是跟那个当初 在EM里面下的这个维修的要料工单的 要料情况是一样的 好 那么这个要料单到了Dimex之后 那么Dimex呢 我们可以对它去做这样一个库存的一个分配 那么所谓的库存分配 就是由Dimex系统去决定 我的这个备件需要到哪个库位去取 这样是最合适的 最能够满足我们先进先出要求的 最能够满足我们充分利用仓库空间的这个要求的 所以这一步的话呢 也是Dimex一个智能化的底线 是由我系统而不是由人去决定说应该到哪个库位去取 那么这样的话可以去减少我们在整个备件仓库里面 对人工经验的一个依赖 那么也可以去做到实现先进先出 减少我们备件的这种呆滞掉的一个产生 好 那么我们可以对这个订单去做一个库存的分配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分配的结果由系统决定到哪个库位出的结果 那么对于这个001的这个备件 那么它是到库位1-2去取两件 然后002的这个物料 那么就是那个轴沉 是到1-4这个库位去取一件 好 那么这个呢是系统实现了这样一个库存的分配 那么另外的话呢 在我们的WS里面 我们也有一个比较炫的一个功能 就是我们可以根据仓库的实际布局 去生成这样一个三维的这样一个立地图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今天因为在舞台上的话 我们库位是做的比较简单一点 就是有两排库位 然后呢 每一排的话呢各有这样八个库位是这样子 那么每个库位是两层 那么我们是在WS里面 我们是可以根据这个仓库实际的布局 就算我们在大的仓库里面 可能我们有成千上万个库位 它的一个大小不同 它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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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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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化的方向不同 那么我们都可以去生成 甚至说我们如果是楼库的话 我们也可以去 生成不同的这样一个三维图 好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根据我们仓库的实际的库位布局 生成的这样一个三维的立体图 那么我们可以去 任意地去旋转这个视图 任意地去旋转这个视图 然后的话呢 你的鼠标的话呢 也可以点到每一个库位上去 那么这样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个库位 它的库存 这个库位是否有减货任务 比如我们在这里的话呢 它有个提货项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1-2这个库位 它是有减货任务的 所以这个呢 也可以在这上面实时去展示 那么另外的话 我们其实也在这个库位上 就可以看到我的一个作业的动线 比如说我们电商 一个波茨里面有很多个订单 那么他们的减货是经过哪些区域 甚至说 可能在某些区域的话呢 会比较拥堵 是这个区域热点图 非常热 那么我们下发任务的话呢 会造成这个区域的作业拥堵 那么在这个上面 也可以实时去展示出来 所以其实在这个3D图上的话呢 我们的库位 它的颜色有不同的含义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灰色的 那么它表示说 是空的一个存储位 这个绿色的表示说 它的一个现在的库存 是高于我们设定的 安全库存的一个减货位 那么像这一次 下侧的这个黄色的 那么这个是表示说 它的库存是低于我们设定的一个安全库存 需要去做补货的一个减货位 所以其实在这个图表上 就可以非常清晰地去反映 我们在整个仓库里 它的库存 它的作业任务 以及说它的作业的一些进度等等 那么也可以极大的去提高 我们整个仓库作业的一个可视化 好 那么我们今天也看到 我们在备件仓库的话呢 我们还有一个机器人 一个智能的一个减货小车 那么这个呢是那个巨星 他们提供的一个机器人 那么这个机器人的话呢 它是一个就是跟人机配合 就是它可以自动去行走 然后呢配合我们人员去减货 那么这个的话呢 它是可以改变 就是说在不改变 我们仓库现有布局的情况下 那么可以非常快速地去实施 去配合我们人员去做减货 那么大家一会儿可以看一下 相对于传统的一些仓库的话呢 使用这种方式是可以提高 大概两到四倍的 这样一个减货的效率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就我们备件仓库的减货人员 要开始做减货了 那么第一步的话呢 就是我DMS 把我的一个分配结果 那么通过接口 给到这个机器人的控制系统 给到机器人的控制系统 然后由机器人去做执行 所以其实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 DMS的话呢 其实是我们整个 自动化仓库的一个核心和大佬 不管是我们现在 这个三五屏的这种小仓库 还是说像我们有些企业是 一二十万的这种大仓库 自动化的仓库 那么DMS都是它的一个 整个仓库内部的一个核心和大佬 它去产生这个作业的指令 然后去交给自动化设备去做执行 好 那么第一步的话呢 我们减货人员会先去把这个 就是机器人会接到这个作业任务之后 他会发出这个声音和灯光的一个提示 表示说这辆减货小车 已经获取到减货任务了 然后我们的作业人员 会首先的话来先把这个减货容器 拿了一个减货容器 会跟这个小车去做一个绑定 那么绑定好之后 接下来小车会自动地 走到第一个减货枯尾前 去辅助我们人员去减货 所以这个时候呢 也是DMS去做了一个减货路线的一个优化 好 那么减下来之后 我们现场会再根据这个显示屏扫描 做确认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完成这个物料的减货 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个减货小车会到下一个库位 到下一个库位 那么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ZEBRA的一个室内的定位系统 可以看到这辆小车的一个实时的位置 一个实时的位置 当然如果我们其实在一些大的仓库的话呢 如果我们愿意的话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ZEBRA的这个 这个室内定位系统上去显示 我们现场作业人员 它的一个实时的位置 以及说我们其他的一些设备 比如说擦车啊地牛啊等等的 它的一个实时的位置 所以ZEBRA的这个室内定位系统 也可以非常好的去实现我们整个仓库类 人员设备 它们的一个位置的一个可视化 那么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么减完之后 我们的机器人道化 同样的 它也可以把这个减出来的备件 送到我们这个需要维修的设备旁边 维修的设备旁边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物料箱取下来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去做一个确认之后 那么小车它会重新回到 它在仓库里原来的这样一个库位 等待下一个减货任务 所以小车的话呢 它可以减少我们人员 以前仓库的话 可能要拿着一个地牛拖着一个托盘 然后一只手的话 去拖动或者去推动 那么这个效率不高 好 那么我们demo到这里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备件 从接收到我们EM的一个备件的要料订单 到我们去减货去完成出库 那么接下来 我们这个设备维修的同事 就可以去更换这个备件 那么去进行维修 那么同样的 当这个备件完成出库以后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WS里面 这一张要料 这张要料单 维修的要料单 那么它的状态就会变成 已发货的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整个作业的话呢 也是有一个实时的状态的变化 好 那么我们在整个备件仓库的演示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我们物流的同事 这么快地帮我们把备件送回了我们的现场 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的维修的情况 我们现在接上我的移动端 好 稍等下 好 这时候我们看到 我们的作业计划还在执行 我已经跑了13分钟了 谢谢这么快送来的这个备件 那接下来我继续做我的维修 去把我的备件 我的轴承 密封圈 安装到我的这个设备上 我们去观察它的情况 这时候 我的设备要去调试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IOT的读书 它的温度会从32度 逐渐逐渐地下降到 它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工作时间 那这时候我们会去记录 我的故障是不是有排除 是不是有 已经再往下走了 我们是不是有那个 做好了我的一些关闭汇报 我要去统计我的一些信息 我们的一些工时的统计 如果我的这个维修是已经完成的 我只要在这个地方直接点击Stop 我们的工时统计自动就产生了 谁做的 什么工种 哪个时间 用了多少时长 点击下保存 那在我的工时里面 就已经有了这样一个记录 我们可以实时地看到 我的维修人员的这样一个绩效 当然了 我们还可以去统计 我的一些关闭的一些情况 我们的问题代码 今天查出来的这个泵 温度为什么高 我们这个地方也做了一个 整个制食库的体系 这个泵的温度高 是因为水泵电机高 原因呢 我们可以看到 是因为轴承严重磨损 我怎么解决 去进行更换 我们就把这个维修的历史 经验就记录下来 它能做什么用呢 好 点一下 它的这些数据呢 最终都会汇总到我的这些仪表板上 好 我们所关心的一些KPI指标 我们的一些任务 都可以去进行一个统计和分析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Info的报表系统 来去采集这个数据 像前面提到的我们的Data Lake 我的数据壶池里面 那我们同时提供一个模型 我们有一个Motion Learning的模型 来不停地去优化我的这些指标 今天我们看到的温度 我们设定在26度 做了这样一个蹦的一个预警 希望到明年的时候 随着我们对这个设备越来越了解 我可以把它的这个临界值的指标 定得更准确 更精细 而做到29度或者30度 来做到有效的一种出发 好 今天就是我们带给大家的这样一个Demo Show 希望大家能看到我们的数字化 在我们的整个企业中做到的一些变革 谢谢 好 好的 还是很炫的 对不对 好 这次鼓掌 感谢我们的这帮工人们 还有我们的合作伙伴 对 合作伙伴 机器人公司 对 机器人公司 还有我们的 Zebra 我们这个室内定位的公司 短短的30多分钟 你可以看到呢 里面的内容真的太 很震撼的 我自己也比震撼的 谈出来来说 因为这么 这个场地真的很小 这么小的一个场地 我们 大家 你可以看到 这里面包含了多少的信息量 不过我们上午谈到的 很多的新的技术 和新的思想 在这个demo里面都体现 比如说我们的机器人 这个新的设备的一些应用 机器人的应用 室内 Zebra的定位系统 包括我们的IoT 比如说 那个传感器的一些应用 包括我们的IoT 我们的Info的OS系统 这样一个平台的应用 来实现 我们的生产率的提高 所以这Info公司呢 我们不是说光说不做 从整体来说 我们就提供了 很好很好的产品 以及服务 最重要的目的 还是说 我们要提高我们的生产力 把我们最新的一些 智能化制造 和物流管理的一些技术 能够带给大家 好 我们再次感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